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咱们有个粉丝把一个小姑娘骂哭了 行为这么恶劣的吗居然欺负女生 一开始我也是很懵圈 敌人的妹子居然找我抱怨 就是这个女孩她是清酒淫地的 总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粉丝开了个小号去骂她 还说了一些复康注目的话她都被气孤了 没办法所以才想让小强去制止一下 从聊天来看这妹子的相关是很正的 看来粉丝口爱的很厉害啊确实有点过分了 因为一些内容极度不适想要就剪掉了 这个粉丝有点过分啊你去说说吧 其实口爱的现象一直存着 小强也不喜欢 这种事情小强都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但效果一然不大 有用分布是咱们的副营 他们也很喜欢口爱 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 其他粉丝都是挺他的 小强只能说尽力而为 毕竟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说一遍了 这边小强也是带粉丝来打打大学 感觉这粉丝实力不错 用的还是喷火性呢 小强建议要是能自己刷过去的 就不要找小强了 还有那些简单的任务也不要来找我 做多了小强也会觉得烦的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说好的虫粉啊 不是小强不宠 挖石头 砍树都要找我 我哪忙的过来啊 就这大学一天都不知道要刷多少遍 我都有点想吐了 我去大哒大哒 粉丝就退出了 好无奈啊 应该是时间谈完去睡觉了吧 之前捡到一把手枪和护盾 那咱们来远新城玩玩吧 反正不掉那有度随便我们烂了 小强的运气很好 刚才就遇到一个长血的 嘿嘿 手上就这么大手了 舒服呀 哎呦 这还有一个萌姓 操作也是呆呆的 那难道看不见小强吗 居然无视我 那算了咱们把他也给收了吧 白给了人头不要白不要 你现在是走了狗屎院了吧 居然用手枪打了两个人 小强有人要口嗨你了 这下难受了 我觉得吧 那远新的打下甚正常的 根本没必要口爱 但是这人明显不理解 使我追着我们打 而且还边打边口爱 想象都服气了 要是这样的人打不过的话 会嘲讽我们 打得过的话 口爱就更嚣张了 什么脏话都能骂出来 对呀 我特别讨厌这些 张话连天的人 之前我做选场任务 打了一个怪 那些人就说我是抢怪的 后面就越骂越难听了 明明是我先闹的 打完他们才过来 怎么就我抢怪了 其实不止这些 想遇到的口爱王家 也特别多 打boss太快被口爱 太骂也会被骂 就连打个大学也骂的 我真是服气的 之前拆架的时候 坐廊车被骂 逃跑被骂 抗抢也被骂 你好惨呀 比我可怜多了 后来我就看看了 鸟都不鸟他们 跟他们生气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这样打小强打得非常狠 现在终于让他们翻身了 还想打药 直接送走 又灭了一个 舒畅多了 小强也是用夹子 和这种周旋了很久 但可惜 最后还是被打倒了 反正也掉不了那种肚 小强完全不愧 好啦 本期视频就先谢谢你 小伙伴们在游戏中 有没有被骂口爱过呢 按下评论区告诉小强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